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心疼爱他 呵护他一生 彼此过上安稳的生活 当他们遇到了真正心动的男人 肯定会格外珍惜 希望双方快速发展关系 以免错失缘分 在跟你交往的时候 他会有意给你机会追求 并且给你明显的暗示 让你及时察觉他的心思 这就需要男人读懂女人的暗示 只要你主动出击 能够让他有一定的安全感 就会接受你 很多男人之所以错过了真爱 就是没有及时回应女人的爱 也没有主动追求 自然不能顺利产生感情 因为女人就算对你动了真情 她也不会直接说出来 而是选择用委婉的方式暗示你 这就是她们的天性 说到底 女人有意给你机会泡她 通常会有三个暗示 别不懂 一 经常询问你的感情状态 暗示想做你女朋友 女人若是真的很喜欢你 她就会对你非常热情 愿意和你聊天 分享彼此的感情 每当和你在一起 她都会有意询问你的感情状态 彼此判断双方是不是合适 能不能深入交往 比如她会问你 你这么帅气 肯定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吧 其实这是她在试探你 看你是不是单身 一次决定要不要跟你交往 再比如她经常对你说 你喜欢的女生类型是什么 肯定不是我这样的吧 其实这是她在向你发出爱的信号 渴望成为你的女朋友 希望你能明白她的心思 现实中很多男人不懂女人的心思 听到女人说这种话 也没有任何行动 肯定会让她很失望 男人要明白 一个女人经常问你的感情状态 不是她真的关心你有没有脱单 而是希望和你进一步发展 她只是没有明说 但这种委婉的话语 就是暗示想让你来追求她的意思 所以男人还是要学会读懂女人的话语 只有及时回应她的爱 才能顺利和她建立亲密关系 如果你遇到一个女人 她总是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甚至说帮你介绍对象 不要怀疑 这种女人肯定很喜欢你 二 和你出去时 想和你牵手 如果女人心里喜欢你 想让你追求 她会主动放下矜持 让你有机会接近她 这时 即便和你有肢体上的接触 她也不会介意 反而会有意让你触碰她 以此和你拉近关系 最常见的举动 就是她和你出去时 会有意靠近你 想和你牵手 如果你细心点的话 会发现她靠你身体的这边 手一定是空着的 并且会往你这边摆动 其实 这就是女人想和你手牵手 以便于和你快速发展关系 男人跟女人交往 一定要细心 多留意她的举动 但凡看到她给你机会 就要大胆出击 这样很容易俘获她的芳心 同事小柔就是如此 她和男朋友认识以后 心里特别喜欢 期待和她谈恋爱 于是她经常和男朋友一起下班 还主动出去吃饭 两个人走路的时候 她就会把手往男朋友这边摆动 想让她牵手 刚开始男朋友没有察觉 她就进一步暗示 把手放在离男朋友的手更近的地方 瞬间就有了牵手的举动 后来男朋友也明白了她的心思 就主动牵她的手 让她内心特别甜蜜 两个人也顺利确定了恋爱关系 所以男人千万别忽视牵手的行为 一个女人愿意让你牵手 说明她是真心想和你发展关系 只要你用心疼爱她 她就会坚定地选择你 毕竟牵手往往就是一段爱情的开始 3. 甘愿接受你的付出 其实就是承认了恋爱关系 对于女人来说 确定恋爱关系 不一定非要你来表白 相反 她们会在交往时 用默许的方式来暗示你 她已经接受你了 真心想被你追求的女人 一定会甘愿接受你的示好和付出 既是给你机会 也是提醒你 她愿意和你恋爱 否则女人不喜欢你 她不可能接受你的示好 更不会让你为她付出 有很强的排她性 只有真正想和你建立关系 一起走入爱情 她才会心甘情愿地让你付出 接受你的一切礼物 甚至是红包 当女人对你没有太多的客气 不再矜持 甘愿让你疼爱她 照顾她 为她付出金钱和物质的时候 这就是她心里认定你了 朋友杨小姐就是如此 她是个颜值很高的姑娘 一直有很多男人打她的主意 不过杨小姐看到这些男人 都不是理想的对象 根本就不心动 从来都没有接受过她们的追求 即便追她的男人送给她昂贵的礼物 有的还发几千的红包 她也不为所动 全部拒绝了 不过 当杨小姐后来遇到了男朋友 她就不像之前那样高冷了 而是对男朋友特别热情 只要男朋友送给她礼物 她肯定会开心地收下 而且聊天时 男朋友给她发红包 她也会收下 对她更加心动 尤其是在生活中 男朋友经常关心她 还主动照顾她的一日三餐 让她特别感动 就这样 双方很快就恋爱了 成为了幸福的情侣 所以 一个女人甘愿接受你的付出 肯让你照顾她 说明她已经认定你是她的爱人了 早已承认了恋爱关系 情感寄予 男人追求女人其实不难 当你发现她有意给你机会的时候 只要你大胆表白 就能顺利抱得美人归 因为一个女人心里认定你了 她就不会轻易改变 只要你真心疼惜她 她就会坚定地选择你 总之 当缘分到来的时候 男人千万别犹豫 一定要果断追求和表白 这样才能和女人共服爱和 收获稳稳的幸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